为什么有的男生从来不去迎合女生 只是简单做自己喜欢的事 就能够吸引女生目光 而有的兄弟啊 费浅忘食去调查女生的兴趣还好 去为他买买买 效果反而不好呢 很简单 因为那些男生很清楚 做什么样的事 对女生来说是最有魅力的 我把这些行为总结成了三点 把他们的秘密公开给大家 记得点赞收藏啊 这个兄弟啊 是家公司的领导 他喜欢上了一个年轻的小女生 但是呢 这个女生啊 她刚进社会比较辛苦 每天加班啊 特别忙 所以回大兄弟消息特别慢 大兄弟呢也是出于好心 提出让女生呢 来他公司上班 但是因为比较直男嘛 表达出来他就变味了 让女生很生气 再也不理大兄弟了 那先来看一看他们的聊天记录啊 兄弟说 我朋友新开了一家火锅店 周末我带你去给他捧个场吧 女生说 这周不行 公司安排加班 大兄弟立马回 什么破公司啊 周末还加班 你那个太辛苦了 工资又低 你别干了 女生回了一个问号 管内太宽了吧 兄弟立马解释道 你不要生气啊 我是想着 你不用那么累的 来我公司吧 随便什么职位 接下来呢 女生就没有回复了 过了半个多小时 兄弟又说 工资又多 工作又清闲 女生依然不理 看到这儿啊 我也为大兄弟捏了一把冷汗 我知道大兄弟他是为女生好 想让女生轻松一点 但是这种行为 在女生看来就是很不尊重自己 现在的局面已经非常棘手了 去道歉吧 女生他出于面子啊 不想闹得太难看 但是他内心还是抗拒的 但不道歉吧 女生就更加不愿意和自己交流了 那该怎么办呢 接触之后啊 我让大兄弟主动说 在没遇到你之前 我过得还挺开心的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人呢 都是很注重别人的看法 尤其是这种 看似负面的看法 女生的好奇心 他就会加重十倍不止 女生秒会一个问号 态度并不好啊 不过呢 回去够了 我们接着说 认识你之后 找女朋友的眼光 都变得挑剔了 女生这里会 关我什么事 我们说 可不就是和你有关吗 毕竟游减入奢容易 游奢入奖难吗 好 这个就是女生眼中 最有魅力的一个点 欲杨仙逸 比起直接夸女生好看的 我们稍微转一个弯去夸她 那这个时候呢 女生的情绪啊 就是像坐过山车一样 一会儿上 哎一会儿下 那和大兄弟的聊天呢 自然就没有 之前那么抗拒了 这里女生回了 哈哈客气了啊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女生的情绪呢 已经明显的好转 语气都变了 那这种情绪呢 就是大兄弟 她自己聊不出来的 不过 这才刚刚开始而已 接下来的聊天 才是主战场 我们这里说 原来你喜欢听好听的话 过两分钟 女生回了 这话说的 谁不喜欢听好听的 这里就要注意了啊 我们呢 千万不要去 顺着女生的话走 你喜欢听好听的 那我就得说好听的吗 所以 接下来 我们就反弃到二行之 说点女生不爱听的 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 是因为苹果长得好看 周五王喜欢打击 也是因为打击人美 说话还好听 女生立马就回了 你什么意思 女生马上就来气了 她觉得我们在阴阳怪气她 不过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啊 只要她的情绪在波动 那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掌握聊天节奏了 这里呢 我们回 你别着急 我只是想说 很多道理要亲身经历过才会懂 别人说再多呀 可能也没有用 之前呢 我觉得你的经历这一切 我多少也经历过 知道刚出来工作的艰辛和不容易 自己淋过雨啊 就总想着帮别人撑伞 所以才多嘴了 但是我忘了 有的路啊 得自己走才有意义 我这里呢 得跟你道个歉 兄弟们 要注意了啊 这里我们并不是很低姿态的去道歉啊 吴夏现在在跪舔 而是在告诉这个女生 我们是因为在意她 想要去照顾她 让她少走弯路 才一不小心说错了 那这个时候呢 女生想的就不是什么 原不原谅兄弟这样的选择题了 而是怎么和大兄弟继续相处下去的填空题 这里女生回了 谢谢你的好意 但我很喜欢我现在的工作 现在女生呢 已经开始向大兄弟敞开心扉 诉说自己对工作上的热爱 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了 但是兄弟们 一定不要忘了啊 我们和女生聊天的目的是什么 是想让两个人的感情升温呢 那该怎么升温呢 我们这里说 你时间都留给事业了 小心有的东西离你而去 一个小铺垫勾起女生的好奇心 女生好奇了 啥 我让大兄弟稍微等了五分钟啊 给足女生幻想的空间 接着说 头发 这个就是女生眼里最有魅力的第二个行为 琢磨不透 这个点呢 其实很好理解 兄弟们 平时和女生聊天的时候呢 也可以用得到这一点哈 你不要一次性的把话给说完了 一定要给足对方幻想的空间 才能够达到将女生逗开心的同时 无形当中拉近彼此的关系 女生回了 哈哈 那你岂不是现在已经是光头了 兄弟们看到了没 女生现在已经在主动开玩笑了 对比起之前的 已读不回 其实呢 不难看出 女生对大兄弟的好感度啊 已经有提升很多 那我们这俩回 表面上头发还在 但其实内心早已筋疲力尽了 你是说 为什么呀 我们回 有时候我都在怀念刚创业的时候 虽然有很多坎坷磨难吧 但是内心总是充满了干劲 就像你现在一样 不为困难所屈服 不为艰难而低头 你身上这股劲啊 让我一下子又想起了从前的自己 可惜 我没有办法亲口告诉二十出头的自己 但我希望能够让你成长的更好 想要打动女生啊 就要去走进她的内心 我们懂她的压力 懂她的辛苦 更懂她内心的纯净 告诉女生 我们也愿意做她坚强的后盾 女生回了 我真的很感激你为我做的一切 但我觉得毕竟我们非亲非故的 牛这么优秀 而我只是一个刚进社会的小女生 你不用对我这么好 不会有压力的 女生呢在我们的真诚之下 她说出了自己内心真实的顾虑 她觉得双方条件差距太悬殊了 而且大兄弟的火力又太猛了 让她觉得呢压力很大 喘不过气来 所以我们这里就回 我知道你是一个坚强努力的人 你有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 所以你也注定不可能靠别人来成就自己 所以你总是这样不服输 但是我还是想要和你说 衡量一段感情不是靠外在的东西 就算是有差距 我也愿意跟你一起克服 况且在我心里 你身上的很多特质啊 是我没有的 可能我更应该向你学习 这个就是女生眼里最有魅力的第三个行为 真正的懂自己 只要你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啊 认可女生的内心 在真诚的向女生表明自己的情感态度 女生一定会觉得 你已经走进了她的内心世界 把你当成她的依赖了 那很快女生回了 哈哈向我学习 那你可要受苦了 我可是很严格的 我们这里呢直接回 那我要是学的不好 你会扣我零花钱 还是让我跪催板呢 兄弟们可以感受一下啊这句话 是表白吗 不是 但是起到了比表白更好的作用 直接让女生把双方的关系 带入到了情侣当中 如果女生反应好 那就时那久问 就算她的反应不好啊 我们呢也可以说是只是开玩笑 完全不会暴露虚虚感 进可攻退可守 这里呢女生是这么回的 我看你也别选了 两个都得执行 现在啊女生对兄弟什么态度 相信也不用我再多说了 在我持续的指导之下呢 大兄弟和女生 她就这么慢慢的暧昧了一周 期间呢女生也是非常的主动 果然没过多久啊 两个人呢就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了 所以说兄弟们 只要建立起你自己的魅力 女生自然就会主动靠近你的 如果你想要学习跟女生聊天 自己好想吸引女生 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相亲了 或方面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CXS5388帮助你 如果微信天下方 请看我最新视频的结尾 其后的最新联系方程 请看我最新联系方程 请看我最新联系